在昨天民党宗职会的时候 根据在场人士转述 赖清德呢 他在会中有特别不舍 沈柏阳吴思瑶 两位受到许多的抹黑攻击 他说他要在此向两位委员 表达自己的关心 面对恶意挑起的对立和仇恨 民进党深化台湾民主的决心 绝对不会轻易动摇 同时也要特别感谢民党团 每一位成员这段时间的努力 那当然这段话 赖清德力挺这两个网友整个炸了 就说到底是谁攻击谁啊 是非可以这样颠倒吗 民主又被民党绑架了 你选出来的不分区 整天说插话你知道吗 还有绿抹红抹黑别人 难道就很民主吗 赖清德这么一表态难怪了 难怪这个沈柏阳 他可以肆无忌惮胡说八道一通 那如果就是因为赖清德 这样一挺下去 可以预期的是 接下来可能绝对会变本加厉吧 沈柏阳是赖清德清点 很男生部分区第一名 一定是挺到底就是了 当然啦 还用说 那吴思尧是因为 你知道那个五个台北市的立委 去吴思尧那个选区 展开罢免的第一波演讲 这个赖清德当然看到 就是吴思尧就是 国民党如果发动罢免的第一人 就是现在就要看双方怎么弄 那沈柏阳 我估计赖清德并不知道 沈柏阳讲了多少屁话啦 可是他看到了很多事啦 比如说那个自由时报事件 请问沈柏阳说他两个月前就知道 你记不记得他讲过这句话 他说他两个月前就知道了 那现在文化部跟陆委会都不知道怎么办啦 因为他第一时间谢龙介在咨询的时候 不是在那边讲说确有此事 有然后大家要问他说你两个月前就听说 那听谁说的 他最新的说法是你去问报纸 是啊就是这样啊 然后梁文杰我们今天还很好奇 他说找不到爆料人啊 那既然找不到爆料人 怎么会知道确有此事呢 这个也怪不得吴子佳要去提告啊 要逼你们出庭啊对不对 什么样的事情一大堆啦 我觉得赖清德这个叫做他真的是距离实际的状况越来越远 他活在他知道他需要认知作战的打手啦 那民进党里面没有人比沈柏阳更敢扮演这个角色嘛 坦白讲你如果是选区域的你敢这样 你们说台商要监控啊陆沛要监控啊 这个区域立委有哪个敢讲 你去讲给我听 就只有沈柏阳这种人敢讲啊 所有的寺庙都要监控啊 黑道要监控啊 那么民进党我这样算一算大概少了两百万票 那就只有他敢讲嘛 那他敢讲就是要放出一种氛围 那他就是反正他是不分区的嘛 那他就是赖清德放在外面的打手啊 是这样 知道你 我如果从这个角度去比较 我还认为王毅川还比较可爱啦 他只是大嘴巴啊 会讲出他知道的事情这样 那沈柏阳是 我真的觉得有点恶意了啦 他常常是故意的 故意的讲一些话 来制造台湾内部的分裂 然后抹红抹黑别人 其实王毅川 了不起只是说 哎呀我实际上我偷偷在做哪些事这样 很得意的样子啊 那可是赖清德却相当重视这个角色啦 所以赖清德真的是很希望他身边有一个哥培尔啦 就可以一天到晚造谣啊 然后制造内部的敌人啊 然后方便大家跟进打击啊 那如果有打击成功就算成功 那打击失败 那人家承担后果啊 本身他又不用选 所以我觉得 他是从政治功能的角度 肯定他啦 因为我听到一个说法是 自从他讲到的迷电统计 可以判断一个人的政治倾向之后 那民进党有一些人就不想 不想跟他在一起啦 做夭壽啊 你怎么讲话讲这样啊 因为我那天就看到那个 那个郭敏老师啊 刚好坐在他隔壁啊 就当天他讲那个话的时候 我就看到那个 好像是刘毅宗嘛 黄毅宗 黄毅宗嘛 当场就很尴尬 实在不知道你在说什么 所以我觉得是 赖青人应该感觉到一种feel啦 就民进党这些区域立委 有的就觉得 夭壽 跟你坐在一起 有时候会受伤 就被你卷进去了这样 那他就是要鼓励 沈柏扬继续努力前进 你那些烂话 差话 混蛋话 我都认为不错 因为有助于 我们来打内部的敌人 我认为他就是这种思维啦 事实上他就是 一句话就是斗鸡总统啦 治国到现在也看不出章法 可是呢对于自己 只拿到40%的选票忧心忡忡嘛 就一路都在试啦 看怎么样去打国民党打民众党 那想来想去都是两岸的议题嘛 不然就是什么 什么毁线扩权都是这类的议题嘛 你看他打来打去都是这两个议题啊 可是两岸的议题 问题是就是你吹牛吹过头 然后你自己做不到被人家看破手脚嘛 像我昨天就发现一件事啊 就自由时报在那边吹牛说 我们的海巡船 去跟大陆的海警船对峙嘛 对峙嘛 那因为对方船多嘛 七艘海警船 那把那个台湾的渔船带进去 进至海域 所以我们海巡船只好走掉了 这完全是吹牛说谎 因为我后来去查 我们那两艘海巡船 一艘是35吨 一艘是100吨 中国大陆那七艘海警船 是600吨到1000吨 我不知道你怎么对峙啊 人家的尺寸是你的六倍到十倍 因为我们讲那个海上的船只 吨位就是基本嘛 你的吨位只有人家的六分之一 十分之一 那自由时报的标题叫做 对峙许久才离开 你能叫他下标写目送吗 目送许久 事实上每次都目送啊 真的是目送啊 因为我后来去查 我们海巡署有登出一张照片 就说我们去驱离了对方 结果呢 我看了一下它上面写 两个小时驱离 那我们的船就比人家小嘛 所以这个显然就是两个小时目送嘛 因为对方任务结束 人家就离开了 我是觉得 这个政府真的很可怕啦 就是说你在两岸上你的差距这么大 那一天到晚在吹牛说 我驱离了我蓝亭的对方 我这个高深广播 甚至这个对峙啊 实际上完全不是这样 你去问金门马祖的老百姓你就知道 你可以去问董事生啊 你去问全血生啊 根本不可能驱离嘛 人家比你大那么多 那军方也是啊 我不知道赖清泽是不是一定要走到像菲律宾那种局面啊 他才会真的开花啦 就菲律宾的军方的突击队被中国大陆的海警船缴械嘛 那菲律宾也不是突击队不能打啊 因为后面有七艘军舰啊 你一定要走到这里嘛 哎亮哥那你怎么看也是今天被问到这件事情的陆委会副主委梁文杰 他说立委要问 所以不给记者问 那记者就说那你现在是 不因为他惹祸了嘛 他惹了两个祸你知道吗 因为他莫名其妙去上黄伟汉的节目 又把赖清泽的旧直言说又解释了一番嘛 越苗越黑嘛 他说两岸人民关系条例 那个两岸你可以理解为中华民国跟中华人民共和国 这是我的天啊 如果没有大陆地区跟台湾地区 陆委会有存在的价值吗 你干脆并入外交部吧 所以你回去应该辞职啊 不是吗 这第一个啦 那第二个就是那个自由时报那个事件 因为双双双现在找不到谁爆料啊 这两个问题他都没有办法回答 他怎么回答 所以我跟你讲这个很难的啦 我跟你讲啊 这个就是我们讲的就是他讲过头 那这个是因为 因为他要 他要 盛上讲话他要跟进嘛 硬要帮他辩护 可是辩护不来嘛 梁文杰是属于这一类的啦 自由时报也是在交办任务啊 起来是国安单位交办嘛 他要把新华社 要对他做严控嘛 所以要起个头嘛 借东森的头来用一用嘛 他现在出包了嘛 那这两个就是因为要follow圣上的旨意 对不对 另外一种就是吹牛吹过头的嘛 所以为什么管碧林第一天躲起来 对躲了一天 因为我们的海巡船完全不敌对方嘛 你怎么讲话 那人家现在问你啊 请问澎湖的船被抓走了 你怎么办 这个汉庭你写得很好啊 我们6月23号 我们澎湖的海巡啊很高兴啊 扣了对方一艘桑无船只嘛 那大陆就生气了 7月2号给你回首 扣了76吨的船 那个大金发88是很大的渔船 而且大金渔业是很大的公司 你知道吗 他有10艘这种船 就一艘被扣了 那现在人家要问管碧林怎么办 他没招啊 我跟你讲他三个法律都违反 越界人家修鱼技 你还用那个网眼最小的鱼捞非法工具 在捞鱼捞小管 三个法律你都违反 所以我说你现在怎么办 所以我的意思是说 这个政府真的太可怕了 就是要不然就是吹牛吹过头 那现在发现自己根本无人为力 你就扣人家的小山吴啊 那人家扣你的大渔船啊 你现在不知道怎么办啊 那海巡斗不过人家海警 那另外一个就是 帮肾上辩误 结果讲的乱七八糟 结果两岸人民关系条例 可以解释成两国论啊 那人家要问你啊 你如果要不要撤啊 你转到外交部 当中国师副师长啊 不是吗 那不然就是 人家就是那个爆料者 跑去哪里了 所以我觉得 我觉得民进党政府 真的是两岸搞到乱七八糟啦 本来想要摘一些脏 铺一些梗的嘛 那现在都找到自己啊 你也和我一样 爱吃米食 面食 甜点 以及手摇影吗 我特别了解你的烦恼 所以现在要跟你分享一个 可以放心享受美食的 超级好物 就是这个 每日完胜白圣豆萃取物 口含定 餐前三十分钟 一次吃两颗 吃大餐 So easy 我旺旺出品的这一款 每日完胜白圣豆萃取物 口含定 是柠檬红茶风味的 像这种夹链包设计 特别严选了北美优质白圣豆 获得了美国FDA的认证 以及GRAS健康许可 这个成分呢 其实是很天然 而且品质安心有保障 所以现在就赶快上快点Go 为自己的健康自信 以美丽下单 很重要的是记得输入推荐代码 另外会有额外折扣